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岳观点 我是陈岳 昨天的节目里 我们谈论了外媒所整理的 中国七大科技领先的领域 那么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有留言 说中国高铁 还有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那么肯定是领先全球的 我昨天节目里 没有提及这方面的内容 所以很多朋友就在留言区 提醒我 你怎么能把中国高铁给漏了呢 你怎么能把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给漏了呢 那么的确如此 那么主要是中国高铁 它的领先的领域角度 主要是在于它的工程建设的能力 还有它现在在全中国所运营的 规模非常庞大 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优势 那么和我们昨天所说的主题 像什么量子科技 量子计算 这个墨子号的天地的量子通讯 等等 包括了像5G通讯 还有一些呢 这个角度的不同 那么不过呢 我最新看到的一些分析 还有就是国家的产业政策 那么正好就是关于中国的北斗系统 以及呢 中国的5G技术 逐步的完善 并且呢 在中国的高铁当中 加以使用 那么从而使得呢 中国的高铁要全面升级成为智能高铁 那到底什么概念呢 我们今天就来谈论这件事情 北京时间的8月13日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的官网 发表了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呢 就透露出了 该集团近日要出台一个纲要 也就是其实就是国家铁路规划的纲要 这个纲要的名字叫做 这个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来分析一下 因为这个纲要呢 它提出了中国铁路到2035年 以及呢 到2050年 这样一个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 你想啊 今年是2020年 2020年到2035年 还有15年的时间 那么2020年到2050年 还有30年的时间 等于说呢 中国的铁路的 这个相关的规划呢 已经对未来的15年和未来的30年 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路线规划 那么在这个规划里面呢 非常非常核心的 就是要从我们现有的这个铁路呢 中国高铁呢 这样的一种 以铁路 对吧 以这个高速铁路为主体的这样一个铁路规划呢 把它上升成为一个智能性的铁路 让中国的高铁拥有它一个智能大脑 这个是我们今天聊这件事情的一个角度 对吧 那么中国高铁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铁路规划呢 到2035年 中国铁路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到时候会有多少的里程碑 对不对 你所在的地方 是不是会都能通上高铁 现在中国高铁的覆盖面已经很广了 但是有些线呀 或者是有些稍微 这个它的这个行政区域小一点的地方 恐怕还没有 那么未来会形成什么样的高中低 包括成铁等等这样的一个规模呢 对吧 那么这个呢 都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那么中国的高铁呢 在规划当中 它在科技的应用上面会有哪些的亮点 那么包括我们特别关注的这个北斗全球导航系统 以及中国领先的这个5G通讯系统呢 对于中国高铁拥有我们所说的超级这个智能大脑 那么这些呢能够给我们的高铁生活带来哪些的改变呢 对吧 那么带来这些问题我们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另外呢 中国的新基建绝对不是我们传统上所理解的什么 以前啊 盖铁路啊 盖工路啊 高速公路啊 然后呢 基础设施建设啊 通常情况下呢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出现一个投资不足的时候呢 那么政府呢会出台一些政策规划 那么去做一些投资的行为 这样呢对经济发展同时呢对于基础设施的发展呢 都是有帮助的 但是在过去呢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呢 已经突飞猛进在全球傲视全球在这一方面 那么我们不能在同样的事情上做重复性的投资 对吧 所以呢我们说一个新基建 那么它的特点呢就在于一个新字 那么新在哪里呢 当然就是新在科技 两个字上面 那么我们今天谈论的北斗和5G加持之下的智能高铁 除此之外呢 其实在公路和自动驾驶领域呢 中国也在突飞猛进 那么我们今天还有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跟大家呢 简单的介绍一下华为鸿蒙操作系统 在中国智能交通智能汽车上面的一个应用 那么最新的一个发展 那么以及呢 未来在这一方面呢 它可能会有哪些啊 就是数字交通方面呢 有哪些发展的方向 那么给大家呢 也做一个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回到今天的主题了 那么在官方的目标当中呢 就是到2035年 中国的铁路网将达到20万公里左右 其中呢 高铁网络呢 要达到7万公里左右 我在节目当中提过好几次啊 我去年呢 去了两次印度 印度的铁路网规模也蛮庞大的 但是它很多都是在英国的殖民印度的时期呢 建立的啊 而且呢 印度的铁路的基础设施呢 相对而言呢 比较落后啊 那么它目前的这个新的高速铁路建设建设的进程呢 还是比较慢的啊 所以呢 其实一对比之下的话呢 会发现特别这几年 我是在应该是在08还是09哪一年 去河南的郑州啊 当时呢 我们去郑州 也是因为这个 这个因为需要去洛阳 然后呢 先坐火车到郑州 从郑州呢 再转车去洛阳 当时呢 我们在郑州的火车站 看到一辆和谐号的啊 我们叫做动车组 对吧 当时 那么和谐号上面写着 哇 那个时候呢 就很激动 现在的话 你再到中国的各个什么火车站 特别是新的 这个新盖的 基于高铁 高铁站吧 那反正停的到处都是的 对吧 也都觉得是稀疏平常 但是你想这种从一个 让你看到之后很happy 觉得哇 很先进 很酷 对吧 大家都去拍照 当时我们一起的同事们都一起 我们是去旅行的啊 那么一起去拍照 很高兴 到现在 反正就是就是那样嘛 对吧 见多了嘛 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些年回想起来呢 变化的确很快啊 我是刚才看到了 他这个规划里面说到2035年 要达到7万公里左右的高铁里程 建设里程呢 这个呢 的确速度上面来说的 还是非常的快的啊 那么呢 同时还提到另外一个目标 就是在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呢 实现高铁的覆盖啊 这就是我们所 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 就是你家的小 你家可能住在中西部的某一个县城 对吧 那几十万人口的县城 这种在中国特别的多 哎 他全部要实现高铁的覆盖啊 那么 其中呢 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高铁呢 通达啊 那么一小时 两小时 三小时的高铁出行圈啊 以及呢 一天两天三天的快速的这个货物物流圈呢 在中国全面形成啊 他物流当然考虑的是商业的流通吧 那么一小时 两小时 三小时呢 他其实所谓的高铁出行圈其实也可以理解成叫做经济圈 对吧 呃 同时呢 中国的智能高铁呢 将率先建成 那么中国的铁路呢 将实现时速350公里的自动驾驶功能 而这个就是 就是特别重要了 就是我们今天想后面后面的内容呢 我们可能会提的比较多的就是关于 那么自动驾驶 对吧 那智能交通体现在智能吗 如果你所有的还是传统的 那么肯定就是不是智能的 那自动驾驶显然就是智能交通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而且他在 时速350公里以上的时候呢 是全自动驾驶状态 哇 这个就是 非常了不起啊 否则那有可能会出轨 对吧 有可能会撞车 有可能会怎么样嘛 那么你这个智能化程度一定要很高 因为他速度很快 而且涉及到 这些乘客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啊 非常的 这个既要保证高科技 又要保证你的安全性 所以这个的 他的自动化驾驶的 这个能力的话就要求就非常高 那么呢 到时候的话呢 会实现高铁的这个智能的调度集中系统 那么列车运行呢 可以智能化的实时的优化调整 所以他的动态实时算法 讲白了就是现在可能 我们看到 经常在电影当中看到 比如说航空啊 这个铁路啊 都会有这个调度中心说 呼叫呼叫某一个航班 或者某一趟交通 你要在哪里停靠 你要怎么样减速 你时速多少公里 或者是时速多少的这个滑行等等啊 反正就是这样的靠人来调度 那显然他的速率是慢的 那么到时候会实现什么呢 实时的动态的调度 那这个显然会对他的效率和他 讲白了就是没那么容易堵车了 对吧 变得非常的科学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如果你做过IT 写过程序 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最优路径 最佳算法 对吧 这个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列车的话 他这个实时的调度功能 他的优化的功能呢 其实在这个所谓的智能驾驶 智能高铁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体现 未来的话 我们后续如果有时间的话 跟大家讲到 华为鸿蒙操作系统 以及呢 中国的智能公路 无人驾驶汽车 这个他的建设的过程中呢 他的中央调度系统呢 也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个 这也是一个最核心的功能 那么怎么样能够让他不堵车 保持 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 能保持100到120公里的 所有的都能够快速的通行 那么这个里面的科技的含量呢 是非常高的 在这份纲要当中呢 他还提到呢 到2050年 那么中国将要形成 辐射功能强大的 现代铁路产业体系 雄心壮志成为世界铁路发展的 重要推动者和全球铁路规划 制定的 这个铁路规划 应该就是规则和标准 制定的重要参与者 我相信在 如果真的做到7万公里 自动化350公里 这个时速驾驶 以及自动化的路径最优规划 全系统化的这样一种基础之上的话 那么他一定能够成为 世界铁路发展的一个玩家了 玩家了 甚至是一个非常主要的玩家 那所有的标准以及产业化 恐怕都会是中国在引领 这个可以说是不客气 也可以说是当仁不让 那么这个目标 可以说是非常的远大 对吧 我们想着很多国家 现在连一条高铁都没有 这一点的话 不得不去事实摆在眼前 也没什么好客气的 对吧 那么铁路是有关一个国家的 战略经济民生 多个方面的重大的基础设施设施建设 那么在经济社会发展当中 事实上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很多像我这样的80后 甚至还有一些70后 60后 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朋友 他们的人生的记忆当中 一定有很多关于中国的绿皮车 快K开头的 或者是就是普通车 还有K开头的这个红红色 大概红色那个颜色的车 还有G字头开头的特快车 这些都是我在读中学 那个时候也会去 包括读大学的时候 经常去做的一些车 现在已经真的很少看见了 那时代的变迁 每个人都是时代下的一个 一个生活的状态 那么的确就是好像隔了一个世代一样 其实你回过头来说 就像我刚才讲的 09年08年的时候 我们一行人在郑州转车去洛阳的途中 看到一辆和谐号 竟然非常的兴奋 那个时候 这其实短短也就十来年的时间 或者说十年 十年出头吧 就有如此之大的一个改变 当然很多比我小的很多朋友 对这些绿皮车的记忆 或者老式火车的记忆 一定就很淡了 这个也是正常的 时代走到了这一步就是这样 因为它生活的成长的路径 就已经变成了 目前这样的一个高铁的一个时代 那么在中国的 就是早期的时候 就是1949年底的时候 中国的铁路运营里程 当时是只有2.2万公里 那么很多年过去 在西方看来 当下的中国的铁路建设 已经是一个出人意料的 一个非常成功的 一个典范的故事 很多中国朋友 也对此引以为傲 如果你经常出国旅行的话 你会发现在国外的各种交通 基础设施 不要说高铁了 反正各方面 其实还是 的确是落后了 我个人认为 可能是一个时代 甚至都不止 当然题外话了 就是说 从昆明到泰国 曼谷的高速铁路 应该是在2021年 还是2022年 就会开通了 到时候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材料 从云南的昆明 坐高铁到泰国的曼谷 一共好像只要700块人民币 那速度也是很快 它会经过老挝 老挝的首都 应该是万象 那么这样子一路下去 它也是一带一路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了 那么到时候 很多朋友可能在云南 旅行一个星期或晚几天 然后坐着高铁 就到了老挝 到了泰国去晚几天 然后再坐高铁回来 这样的旅行 我想比坐一个飞机 从南海上面 直接到了泰国曼谷降落 好像也是有 别有一番分 别有另外一番的趣味 对吧 所以很多科技的发展 技术设施的建设 好像时空都变得 变缩短了 那么这个也是 我了解的这个信息 给大家做分享 1978年的时候 中国的铁路运营的里程 是5万余公里 那么基本形成了 全国的铁路网的一个骨干 那么当下 中国已经修建了 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 是全球高铁运行里程最长 运输密度最高 然后运营场景 最为复杂的国家 和铁路的运营网络 那么覆盖了中国的 四纵四横的高铁网络 已经建成 那么八纵八横的高铁蓝图 也已经公布 并且正在快速的在施工和实施 我想中国很多事情 一旦定下来了 对吧 特别是基础成熟的这样的 那推动起来 这个肯定是很快速的 而且基本上是使命必达 一定要完成 这一点的话在我们过去的很多的建设 很多的项目当中 大家也能够看得见 能够感受得到 那么到2019年末的时候 中国的铁路运行里程 已经到达了13.9万公里 那么高铁里程超过了3.5万公里 位居于世界的第一位 这个是高铁网络 就是3.5万公里 这个数字对于其他国家而言 是非常庞大的 好不客气的讲 真的就是一个No.1 对吧 2020年是中国的13.5 那么这个规划的收官之年 也就是呢 这个13.5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发展规划 对吧 铁路13.5发展规划 以及呢 中长期的铁路网规划 那么这些呢 所定的硬性的目标呢 要去完成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中国国家铁路 这个领导集团呢 那么他这个时候出台 我们上面所说的 这样一个铁路发展的规划的纲要呢 那么他事实上是承接着 上一个五年发展的一个 一个步伐 那么五年下来了 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接下来呢 所以呢 这个规划呢 是立足更加长远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到2035年是15年的规划 到2050年是30年的规划 那么那个时候 中国的高速铁路 会需要形成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体系呢 也许也许再过十年 我们再回首看2020年的时候 会发现 哇那个时候的高铁 还是比较比较差的 没有现在这么好 那么也许到了2040年 2050年的时候 回想到2020年的时候 简直就是就像今天 我们看绿皮车的时代 我这么说也许夸张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未来的图景 会是什么样 但是看起来的话呢 按照过去的发展速度呢 也许真的能够 会让大家非常的吃惊的 一个一种状态 那么我们只能说拭目以待 对吧 那一个国家的 它大力发展铁路的 这个规划呢 或者是在铁路上面 做大量的投资呢 它的背后实际上 是有很多的因素的考虑的 那么包括像经济活动 对吧 像社会的这个流转呀 然后呢 效率的提升 那么还有呢 一些军事资源的投放等等 非常多的因素 那么轨道交通产业的 带动效应呢 也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看到世界银行的官员呢 就曾经公开的表示 中国修建了世界上 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 铁路行业本身 最重要的是 它带来了 城市发展模式的改变 包括像旅游业的 这个收益的增加 以及呢 对各个区域经济的 发展的一个促进 那我我父母 包括我 这个很多年的 这个家人都在南京 那我上海南京之间的话 有的时候会开车 如果一个人的时候 我肯定不会开车 对吧 第一呢 你消耗时间 第二也比较累 第三呢 这个成本也不划算 现在高铁 100块钱出头 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然后就像以前的 这个赶集一样 对吧 那很很方便 那现在就是 就是这样 你区域的这个流动 人员的流动 效率的提升 包括你周末的时候 对吧 带上小孩去哪里 哪个隔壁的城市 不远的地方旅行一下 非常非常方便 这就是它能够带来的 对整体社会效益的 一个提升 而不仅 不能仅仅看高铁本身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会说 铁路投资 好像除了金库线赚了很多钱 其他线好像 现在不怎么赚钱 有些很多是重大的亏损 或者是 现在投入了非常多的钱 那么怎么样 当然这个一本账 都可以有不同的算法 看你怎么算 这个是题外话 我们不去深入 那么中国的铁路建设计划 已经跟中国的国家发展的 雄心勃勃的 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计划 现在是高度的结合在一起 可以说是推动中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2019年的时候 中国铁路建设的前所未有的投入了8000多亿元的人民币 那么高铁建设很贵了 也很花钱 对吧 中国媒体证券日报 2019年12月30号的时候 有过一个报道 2019年的12月份以来 那么中国的发改委集中批复了一批基建的项目 涉及的金额超过2700亿元人民币 较多的集中在了轨道教室建设高铁机场这些领域 那么光鲜的背后 中国的铁路它现在负债也还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据统计 现在的话已经有5万多亿人民币的这样一个负债的规模 但是中国大局负债来做铁路的建设 不能简单的用盈亏平衡来做这样的一个得失的计算 我们这个上面我做了比较多的这方面的分析 这里就不多说了 对吧 那核心就是要看算一笔总账 总体社会发展的社会效应 那么这个是核心观点 铁路网络的建设除了缩短的地域的时间的距离 那么也改善了出行的条件 现在坐高铁出去多舒服 对吧比开车舒服多了 当然比以前的绿皮车什么特快车都要舒服很多 对吧 那么带动这个生活质量的提升 经济的发展呢 这自然呢就不必多说 另外一方面呢 中国铁路它的整个的建设呢 对于科技的应用以及科技的突破呢 事实上是非常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的 这一部分呢 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科技频道呢 是十分关注的啊 那么它在铁路的自主创新的能力 以及呢它整体的铁路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 已经是全方位的提升 特别是它的关键的核心技术的装备 已经实现了完全的百分百的自主可控 这个可不像中国的IT行业的什么 做手机的做什么的 对吧 动不动半导体就被别人控制住 搞得我们这个每天就觉得很憋屈的话 对吧 那着急也不是办法 那只能任情事实 从头干起 对吧 一个字干就完了 对吧 那只能这样了 那没办法 但是在铁路行业呢 它是完全的自主可控 那么铁路技术不断的创新 这个包括智能货运呀等等 很多方面呢 都有突破 那么智慧铁路也在加快建设当中 特别是我们今天标题中所关注到的 就是基于北斗卫星导航技术 还有呢 5G第五代移动通信 大数据 还有人工智能等多方面技术的综合在一起 那么中国正在研发的新型的叫做裂控系统 将列车追踪的间隔呢 由目前的最短三分钟缩短为两分钟左右 那么提高线路运载能力30%以上 而且呢 会增加列车的主动环境感知 安全态势自动评估等智能技术 实现列车的智能驾驶和自动驾驶 这一段话呢 是比较的有技术含量 那很多朋友呢 不一定听得懂 那我给大家呢 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呢 来说明 就是说呢 北斗是干嘛的 简单来说 就像GPS一样 导航的 对吧 定位的 对吧 那么5G是干什么的 是通讯的 5G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高速并且的低延时 低延时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北京拿一把手术刀 病人可能在纽约啊 那么通过IT的这个系数呢 现场操作给你做手术 他可以比如说我从手指这里假设啊 我这个假设 哎 滑的时候呢 由于低延时 所以我在电脑上面看滑到哪 你基本上就可以认为 我这个手术是就滑到这里来 不会说我电脑上看着呀 滑到这里 那实际上如果说 他的延时不够低的话 可能整个手指都被你滑破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就不行 所以 讲白了 也就是实时的 同步的啊 这个很重要 所以呢 基于北斗的定位 以及呢 基于5G通讯的低延时 会怎么样呢 会使得说 我实时的知道列车在哪里 并且呢 在我的中央控制系统 或者的话 他的这个列车运行的智能大脑呢 实时的指挥你的列车 和前车后车保持的距离 这个逻辑和我们所说的 公路的自动驾驶 和这个智能交通是完全一致的啊 完全一致 我们在公路上面开车的时候 经常怎么说呀 注意前车距离 保持车距 安全驾驶 为什么要保持车距啊 很简单嘛 你现在开车都是靠驾驶员自己开车的 那你看到前面有车的时候 特别上午天 你觉得好像有点危险 或者前车在刹车 防止追尾怎么办呀 那你后车赶紧刹车 如果你跟着太近了 又特别是上大雾的天气的话 那么前车一刹车 你可能发现的时候 已经距离很近了 你刹车来不及 对不对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自动驾驶的时候呢 就是系统会去命令他去刹车 保持车距 但是如果我能实时追踪到 你在哪里的时候 靠人来刹车的时候 我可能是兼具 我举个例子啊 我不确定 比如说200米啊 100米啊 或者是500米 不知道 总归呢 还保持这个间距 用人来驾驶是安全的 但是靠系统来驾驶的时候 在低延时 在北斗系统的加持之下呢 他可能间隔10米就足够了 或者20米就足够了 对吧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他会怎么样呀 会高效的节省 他的线路的这个运行的 时间间隔 省时间 那么提高线路的运行效率 我在前两年呢 在东南亚的一个国家 就是缅甸 我去过他们在仰光的火车站 那个火车站呢 是当时还是英国殖民时候建立的 那么火车站外面建的很宏观 很宏伟 但是里面呢 已经破败不堪 这个呢 还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 那么我印象中 他们的有一些铁路呢 是单线铁路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上海到苏州 很近对吧 几十公里 应该不会超过100公里 那么假设啊 假设它是一个单线的啊 上海苏州之间肯定有很多铁路了 那么就意味着 从上海到苏州的火车 它得同时只有一辆火车 可以在上面开 从上海到苏州 等到到了苏州之后 停在那里 另外一辆车可能从苏州到上海的 然后呢 再开过去 那么因为它只有一个铁轨 那你都开在上面 不就怼在那里了吗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是 那么现在 这就是所谓的列车调度的概念 那现在呢 有了科技的帮助 有了自动化的这个运行的这个能力呢 充滑使得它的线路的 对资源的这个运输能力呢 提高30%以上啊 它的时间呢 从三分钟的列车识别到两分钟 这个呢 是很很关键的啊 那么这一点的话 就给大家做一个 这个铺开了解释一下啊 那么对于整个规划 刚要提出的 将利用我们提到的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呀 5G通信技术呢 来构建 空天地一体化的列控系统 就是列车控制系统 那么国铁集团的啊 这个供电部通信信号处的主管呢 对外就说啊 这个与传统的列控技术相比较呢 新的列控系统将实现里程碑式的技术创新 将更为高效 更加智能 更加环保啊 他提到了一点就是 这个未来的列车呢 它的超级大脑将会通过采用 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北斗定位 来替代现在传统的轨道电路啊 利用5G技术研究实现列车与列车之间的直接通讯 那么定位呢 更加精准 安全程度呢 也会更高啊 另外呢 未来的列车的超级大脑呢 将把列车它的协同联控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那么实现了一批列车出战加速 另一批列车呢 倒战减速 它所有的电能在内部呢 循环使用 所以呢 在理论上来说 人均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可以降低百分之三十左右 那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 好 我看专家呢 他以金户铁路为例呢 如果采用新型的列控系统的话 那么动车组往返运行一次可节约呢 九千度电啊 那么这个也是对资源的一种通过科技的手段来降低对资源的消耗 对吧 那来呢 节能也可以认为节能减排吧 对吧 也是呢 从经济上说呢 也是省钱了啊 更更有经济效益 对吧 那么规划纲要呢 还透露未来的动车的研究方向 也就是呢 更加高速度等级的动车组 那么智能动车组 复兴号 沉寂动车组 以及呢 高铁快车快运动车组 那么这里面呢 我最近看到 还有一些关于这个磁悬浮列车 未来会达到时速600公里的 那么这个事情呢 目前我还没看到进一步的一个进展 也许在未来的什么时候呢 金户之间又会修一个磁悬浮的列车 这个现在还不确定 那么截至2020年的7月底呢 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已经到达了14.14万公里 位居世界第二 那么高铁的网络呢 是3.6万公里 是世界第一 中国官方新的铁路建设规划 刚要显示中国 它的核心目的是打造世界级的铁路网络 那么主要运输经济指标 保持世界领先 主要经营效益指标 位居世界前列 中国有意成为全球铁路科技的创新高地 那么也希望呢 中国铁路能够更加的向海外输出 那么包括它完整的产业链 还有完整的这个价值链 它的完整的铁路相关的生态体系呢 都能够逐步向中高端进行聚集 对吧 那么这个事情呢 是它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目标 这个诉求 但是话说回来呢 的确在这些年呢 无论是财政呀 还是说各方面把人才资源的投入呢 在铁路行业呢 也消耗了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非常多的这个资源吧 那么总归呢 总体上来看呢 是为了能够看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 这件事情呢 我目前看起来的话 还是收益和利和和这个利呢 有远远的大于弊 这件事情的话 很多朋友呢 我相信也能够有同样的感知 这个我们提到的是高速铁路的这件事情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再简单的介绍一下 在公路领域 中国的智能的这个交通领域的发展 那么在公路交通领域呢 处于突破发展的这样一个快车道上 在8月14号举办的2020年中国汽车论坛上呢 中国企业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他的这个总裁王军就对他表示 华为并不会去造车 只会聚焦在ICT的技术 帮助车企去打造好一辆智能化的车 那么在王军看来呢 迎接汽车产业变革 实现软件定义汽车的是关键 汽车走向了数字化 正在面临严峻的这个挑战 而一个好的分层架构和数字化的平台呢 是实现软件定义汽车的一个基础 那么这一部分呢 事实上他就在强调呢 华为他所推出的鸿门操作系统 和汽车的之间的结合 对于未来的整个的中国的公路交通上面来说呢 会起到一个非常重大的 这样一个科技的突破作用 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在铁路领域 他整体的调度能力呀 自动化驾驶呀 那么他都会给这个行业带来减能减排 降低交通事故 行车更加安全 非常多的领域的好处 对吧 那么在公路领域 其实完完全全都是同样的逻辑 一点都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例外啊 比如说如果全自动驾驶走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 每辆车已保持120公里的时速在前行 那么甚至呢 如果都是自动驾驶的话 如果安全性足够高的话 也许未来的我们的在车上面呢 是可以保持在这个 150也有可能啊 这个不好说啊 我只是我只是这个这个畅想一下 对吧 那么因为呢 他车与车之间的靠系统的运行的话 那么比人去刹车啊 还实际上呢 这个效率呢是要高很多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提到的 他最重要的一个作用了 有的人说 哎呀靠自动驾驶的话 那么未来肯定是很不安全的呀 你说这个红绿灯啊 各方面的如果出个错的话 还不知道得撞成什么样子 对吧 但事实上的话 如果全自动驾驶的话 那么车与车之间的传感器啊 车与车之间的碰撞的 这个主动检测能力的话 事实上它是会比人来判断这件事情的话 要会去这个好非常多啊 效率呢也会提升很多 对吧 那么这个这一点呢 是给大家提的一个 关于公路交通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简单的看法了 时间原因的没办法展开 而智能交通呢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 包括像中国引入了特斯拉 对吧 这家公司 那么可以被认为是 战略性的一个举措 从而带动中国一大批的 智能汽车的一个发展 也是呢 我们一直所创造的 中国的中国 也是世界的中国 对吧 张开双臂 海纳百川 欢迎全世界最先进科技的公司 来到中国的舞台上 争取斗艳 比如说 能够 如此呢 这个就能够呢 打破某些大国呢 这个所谓的 封锁的魔咒 那么走向更加开放 和发达的未来 那么这个呢 都是我们一起来期待的啊 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分享 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